謝謝主席市長 大家早安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運動局的局長 我們目前台中市國民運動中心 已經興建完成了 跟已經動工的 有哪幾間 好 跟議員報告 已經完成的總共有 大小規模加小有8座 那現在正在興建當中的有5座 那興建當中我這邊報告一下 豐原太平清水北屯 這是國民運動中心 那烏日是一座運動館 那這是目前正在積極建設當中 以上報告 好 謝謝局長 那我們太平的呢 這個兒童暨國民運動中心 也是萬眾期待的 對 這個它的進度目前怎麼樣呢 好 跟議員報告 那按照現在的工程進度 它預定是要到45.9% 那我們現在的進度已經達到46% 那是在微幅的超前 那整個工程進度相當順利 那之前我們辦理活動的時候 也在現場跟所有鄉親做報告跟說明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積極推動當中 好 我們預計什麼時候可以啟用 那按照現在手邊的資料 預計要在明年的年中回來做一個完工 那完工之後我們加計驗收 還有未來投資的先期規劃 和設備的細裝修跟進場 預計會在明年的年底到後年的年初 來進行試營運 這是一個大概的期程 好 局長你知道我們太平這裡最大的亮點是什麼嗎 這個在之前做公聽會的時候 在地的鄉親非常重視就是室內的體事人空間 對 所以我們就所了解的 目前規劃是300坪的室內體事人中心 應該是台中目前所有運動中心規模最大 那也符合室內運動的需求 好 因為我們太平呢 第一個 他在平林森林公園 他的周邊是相當密集的人口都有居住很多 而且對面也是803國軍台中總醫院 所以這裡我想不只是年輕的一些年輕朋友會來 我想有一些年紀他們可能需要做一些 這樣運動的也都會來這邊 所以這一方面我想提示能 是全台中最大的一個亮點 也是要請局長在這一塊再多多用心 好的 好的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台中這麼多 目前已經完工跟即將完工的這些運動中心 我在去年的時候也有提過 希望說呢 我們台中要來整合一件完成 好 譬如我以前都去北區你知道 然後我也去過大理對不對 那我未來當然我的太平 如果已經完工了 我當然要留在我的太平 但是呢 因為其實交通都非常方便 所以每一個 只要是台中市的市民 可能他回個娘家 可能他回個婆家什麼的 或是他的兄弟姐妹 或他的小朋友 那每一個運動中心 他們每一個都要一個一個去查 他什麼時候有 有這個空閒的場館 或者是什麼時候可以報名什麼 非常的麻煩 我去年就跟你說過了 台北呢他有一個這樣一鍵完成 他上一個APP就可以把全部的都找出來 我們目前的進度 你有沒有把這個 往這個方向去做 好的 有 謝謝一桌這邊的關心 現在進度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進度是把它整合成一個 入口網頁的概念 就是所有資料在上面都可以點閱 而且在一個頁面上面就可以查 已經完成了嗎 對 這個部分已經完成 完成了 我都不知道耶 好 那我這個 而且已經開始啟用了嗎 是的 是的 那你應該要讓我們全部的 而且你有沒有在每一個 國民運動中心裡面 都讓每一個運動中心的人都知道 我們目前有這個東西 好 跟議員報告 大概在我們的宣導上面 還有社團 還有他們自己會員通路 會報告這樣的事情 那如果未來在這個力道上面 我們會來加強他的宣導的體力 所以目前是已經進到 是運動局的嗎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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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運動局我們自己的 是的 在我們的網頁上面 就可以了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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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年就完成了 那很好啊 效率非常好 你是不是把這個要特別讓我們知道 好的 然後我們也要讓所有愛運動 好 愛做這些休閒 而且很多父母 他們就想要每一間可能都想去 好 或者說這裡的游泳池 比較適合他 這樣好嗎 好的 好 謝謝局長 謝謝 謝謝議員 好 我想請問一下 都發局局長 你知道我們太平有一間 就是這一次0403的一個 大地震 它是176戶 20幾年的一個大樓 目前呢 我們中央 我們中央有沒有相關的一些 耐震的補強 這樣的補助 你要協助他 這很重要 請做報告 這次 Jill 請做報告 報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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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